美国人通常talk about这个讲到生意的时候呢 是在吃饭前比较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晰也不喝酒 然后把生意谈一下的 谈完以后呢大家如果特别开心的时候呢 当然去吃个饭啊喝个酒啊庆祝一下的 通常不在饭桌上谈生意 因为这时候呢会影响食欲 而且影响气氛大家在一起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就是谈一些闲聊啊 可以就是让大家开心一点呢 特别是说一些joke 就是好比说一些幽默的东西 然后大家这样可以促进一些感情 可以去更了解对方 像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呢通常是一种接近大家在一起 接近感情啊去看对方一个人的行为啊 同时也会谈一点点生意 但不是谈了很多 然后将来打完高尔夫球呢 如果有时间呢再顺便吃个饭啊 然后有时间再吃完饭以后 然后再聊一点生意啊 就比较容易一点 比较容易沟通 好多了 好多了 谢谢大家